警方穿上反光背心手拿指挥棒 站在路口进行浇灌 看到一台轿车要左转 上前指挥车辆改道 结果车上的驾驶 似乎没有注意直直撞上去 远警被撞飞后倒在路中央 无法动弹 驾驶急忙下车查看情况 事发就在台中石冈区一出路口 当时这个路段有路数倒塌 警方实施浇灌 东西派出所洪信所长 到附近的路口疏导车流 没想到竟然就被一台转弯车撞上 救护人员货报到场 把他抬上单架送上救护车 所信所长只有身体多处擦锁伤 送医治疗没有大碍 事后49岁的赵氏驾驶功臣 因为当时天色昏暗 才没有注意到所长是站在路中央的 不过到底要怎么站 警方执行浇灌才会安全 我们通常会选择在交通锥的后面 让行车才会注意到我们的安全 在事故现场 警方会站在三角锥 或者是开启警示灯的警车后方指挥交通 如果是需要交通疏导 就会站在路边吹哨警示 警方提醒路口车来车往 本来就危险 所以驾驶必须要注意车前的情况 才不会像这样直直抄派出所所长撞下去 TVBS新闻来从廖凡一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